大理尔海神秘莫测 我们计划围绕尔海走一圈 仅用三天完成黄海 近距离探寻尔海沿边的宝藏 这一路有江峰寺 双廊古镇 天津阁 蝴蝶泉边唱响五朵金花 不一样的黄海公路 让我带你感受尔海 倾听尔海 细品尔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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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一点语心 那现在呢 我们终于决定离开了 这个安逸的生活 我们在大理古城待了七天 这是我们呃 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 还是满满的不舍啊 确实这个能让人慢下来的城市 那今天呢 我们决定这个去下关是吧 呃 其实很近 也就是十几公里 我们还是可以回来住的 但是我们决定还是要去那边 就真的不能在这里待了 在这里待的话 估计这个就是一个无底洞 所以现在我们就出发了 这是我们的决心 对不对 对了 今天要跑十一公里 然后去下关 今天多拍一点 我们拍了然后 我们今天拍三个 好 好 对 然后现在的话 我们去这个天生桥江峰寺 因为这边大理很多寺庙嘛 它火轿是很盛行的 哇 这好多人 结三寸水哦 我们也结 我们也结 我们拿什么结 我们有水湖的嘛 嗯 江峰寺呢 它是立于这个绝壁之上的 祝个亮 然后起木货的时候 就在这里 丰满楼里面就供奉小黄龙 雨神 风神和财神 这里呢就是天生桥 挨着绝壁上的路 那条路的话就是鼎鼎大名的滇满公路 我们现在来到了海星亭 然后大家去看一下西洋 尔海的西洋 走吧 空气中有一种咸咸的海水的味道了 你家这是淡水 你妈 哇 苍山上的云好厚啊 这个看 把太阳光那个金光的话都挡住了 它是围绕一圈的 然后所以这一圈的话 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 确实这里的景色 这个看起来是很厉害 很美的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云南大理的下关 菲莱寺 话说这个菲莱寺呢 它其实始建于南兆时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1985年的时候 然后重新对外开放的 它这个面积不是很大 就是这样的一个四合院 话说在这个菲莱寺的一个课堂里面 它是有一个木雕的龙 松起来 说干净一点啊 然后它就会 不舒服啊 它 闷着了 对对对 它好像是托梦了 嗯对 它真的托梦了吗 它托给你了吗 我是什么 它本来是在一个客堂的阁楼里面的 然后它就托梦给僧人说 我很热很闷 那这个僧人呢就在那个阁楼上面 给它开凿了出来 非常有幸的目睹了真龙的面目 那现在呢我们在尔海 然后围绕这个尔海的黄海东路一直前行 我们今天要逆时针黄海 这里啊真的很不错 一路上我们都遇到好多这种开着敞篷的跑车 小情侣特别温馨特别甜蜜 那现在呢我们沿着尔海一直往前开 来到了这个罗泉半岛景区 话说这里啊景色超级美的 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塔 尔海上面有四大名阁 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天津阁的话 是排行第一的这个罗泉塔 话说这个罗泉塔呀 它是罗泉法师类的这样的一个塔 第一层有四面 分别讲述了这个慈悲还有这个喜设 这个塔哈它是没有顶的 这个叫什么塔高五顶人为塔顶 我们寻寻命命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磨牙提克 司马相如当时在汉武帝的时候 走到尔海边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名句 磁水可挡兵十万 西人空有客三千 我们从天津阁出来 然后现在去小普陀 现在呢我们在尔海 然后围绕这个尔海的黄海中路一直前 尔海东部最少的一个岛屿 这个小普陀呢长得特别像一个印章 所以呢又叫海印 并且这个上边的这个阁楼啊 是修建于明朝的 那这里呢是可以坐船上到这样的一个小普陀的 因为它这个一个船的话是有一个拉船的15块钱一个人往返 这个小岛的形状加上这个阁楼非常酷似南海的普陀山 所以叫小普陀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完小普陀继续北上 还是沿着这个黄海东路沿着尔海 我们现在在黄海东路上 只要以岩石的地方这里就可以到这个尔海的下方 这个湖这里照相 遥远的苍山 万里无云闪着金光 然后噪音着这个广阔的这个尔海波光淋漓的 所以环海啊就是这样子的 看到哪里人多我们就停下来 那现在呢我们黄海之行现在已经到了双廊谷镇 我们现在还是在黄尔海之行 这个黄尔海啊已经黄了三天了 这个海好大呀 我们现在去蝴蝶泉 嘿 大历三月好风光 蝴蝶泉 蝴蝶泉景区里面最主要的蝴蝶泉 这里话说真的还是很美吧 这个上面这里呢叫荷欢树 最开始呢我们住在这个大理古城 在这个大理古城的话 我们住了七天 花了一天的时间 11公里 我们走到了这个下关这一部分 然后在这住尔海公园嘛 从第二天开始尔海公园下关出发走 然后走到了天津阁 小普陀 瓦瑟镇 然后到双廊镇住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了 我们从双廊镇出发 然后一路走 走观音阁上关 然后到这个周城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第三天的行程 那黄海之旅呢 我们走了三天 话说这个尔海好大呀